另一方就是利用IE去下載中央氣象渠的相關資料 裡面的話當然我講過啦 因為它的index 有沒有這個索引 這個叫做select index 就是它的位置剛好是123456 這個在第6 有沒有 從1到 可是它index是從0開始 所以這邊就變5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切到這一個的話 那你就給它index等於5 那如果是切到降雨量的話 因為我們要切到降雨量的話 那你就數一下應該這邊到10吧 OK 6 7 8 9 那這邊index就等於9 那就分別 再來的話 就 看一下怎麼去抓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要變成降雨量的話 第一個 把下載氣溫的程式 如何切換所以會多5行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當然裡面一樣要抓什麼 這邊的table 這邊的table 按右鍵檢查啦 檢查 檢查裡面的話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div 裡面的結構你可以再展開來 那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了解這個 就是小於後面的這個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叫tag 中國名稱叫標籤 也就是說你要抓的標籤名稱是什麼 然後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你就可以把資料分別抓出來 所以其實 你可以看說老師為什麼你的程式是這樣子 什麼 THTD 還有TR 其實主要是你可以把這個展開來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裡面都是TR 有沒有 TR的話是table law 指的是 這個表格的列 那裡面你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結構 它其實還蠻麻煩的 就是呢 它裡面 這個是淡水 淡水是 第二列的地方 第1列的結構 我們看一下 第1列 第1列在哪 第1列在這裡 第1列的table law在這裡 它裡面全部都TH 全部都TH開頭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table 的所有的TR 所有TR指的是所有列都抓出來的話 所以我第1步的話 就是需要把它所有列都抓回來 那第2個的話 再把它的TR 把裡面的所有TH 不過特別注意喔 第1列是全部都TH 那第2列以後的話呢 都是什麼 第一個TH 那底下的都是TD 那底下看一下 安部的話 第一個都TH 底下都TD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規則了 那知道規則之後的話呢 怎麼樣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其實特別注意 難度就難在這裡 那你想說我怎麼寫的 其實我就是把這個規則 變成對應的程式 怎麼寫喔 特別注意喔 其實將來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如果你懂得範本 看得懂 程式如何修改 你就可以把同樣的網頁東西把它抓下來 OK 像 我在別的地方上課也有上到這個 同學就馬上說 老師怎麼變化 就變不出來 我就變給他看 所以我就舉了另外一個網站 他就抓抓不下來 我就變 所以待會也會舉另外的網頁 真的可以如法炮製喔 所以喔 你只要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麼 照著先把規則找到 然後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 所以第一步我分析Table 裡面很多TR 把TR裡面的TH跟TD都抓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我程式怎麼寫的 其實在這裡 下載 這個 氣溫的IE物件這裡喔 所以剛剛的邏輯在這裡 第13頁喔 那我們就給他網頁 這個網址應該沒問題 剛剛這個網址 然後等一下 因為把讓他網頁抓下來 不過我建議啦 等個5秒鐘比較保險 因為等3秒 讓他不見得可以 全部下 然後呢 我就第一個 先抓Table 第0個指的是第1個Table 意思說這個網頁裡面喔 其實只會有一個 這個名稱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Ctrl-F Ctrl-F就尋找 尋找Table 然後前面加一個小餘 那你會發現這個網頁裡面 只有一個Table 所以我就抓一個Table 那他的偏好一定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先抓 把這一行的敘述是說 我把 這一個Table 這個裡面的這個範圍 的 原始碼有沒有 抓下來就好了 其他不要 放在哪裡呢 其實呢 就是把他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這個物件裡面放什麼 就是放那一堆的程式啦 就幫我放進來了 OK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利用的語法就是什麼 這個IE物件裡面的文件裡面的用這個方法 GET ELEMENTS ELEMENTS ELEMENTS就是裡面的所有的那些標籤 那叫ELEMENTS by by TAG TAG就標籤名稱 所以喔 其實這個其實蠻白話的啦 只是說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by TAG NAME喔 OK喔 TAGNAME叫什麼 就這個啦 OK喔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然後就把那些 的Table的資料 存在這裡 好 所以意思說 只有把 這個Table裡面的所有東西 抓下來 就是這個 這個 還沒遮開 就是這裡面的所有東西喔 幫我把它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載到這個 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喔 去找裡面的所有TR 意思說喔 這個裡面不是有很多的TR對不對 你幫我一個一個 幫我把它一個一個抓出來喔 分開來喔 先抓這個 再抓這個 淡水的 再抓安部的 沒有 所以裡面的話 一堆TR對不對 那你就幫我把這些所有的TR 通通幫我抓出來 放在這個 這個TRS的 變數裡面 OK 所以喔 TRS裡面放什麼 就是所有的 每一個喔 所以基本上TRS 它一定不是單一個 它是很多列嘛 OK 可能應該是25個 再加標題 26個好了 OK 所以喔 TRS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正列 裡面的話呢 會有 25加1 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要把這個TRS裡面的每一個的話 有沒有 那我就從0開始 因為它編號也從0開始 TRS裡面的長總共幾個啦 OK 比如說 假設26個 那我就是 26個 總共就會0到26 那為什麼要 減1呢 因為後來發現好像它最後有多餘的一個 好像多餘的一個空白列吧 還是什麼 這可能要再看一下 我好像多減1有減1的那個 這個這個用意 這 我有點 不太切為什麼減1 這等一下再查一下好了 OK 另外的話 底下 為什麼你想說 會有邏輯判斷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地方 TR裡面如果它規則都一樣 都長什麼 開頭是TH 底下是TD的話 或者乾脆裡面全部都是TD 就比較簡單 那好解決 我每個都同樣的邏輯 可是問題喔 它是分兩種 一個是 有TH的 有沒有 一種 一種是TH 然後加 底下都是TD 所以我就分別把它做處理 所以這邊有個邏輯判斷 第一步的話呢 我就先找 這裡面的TH 的數量 把所有TH都抓出來 如果說大於0的話 表示說它超過一個以上 那超過一個的話 實際上就只 就是這個 這個欄位 有沒有 1月到12月的 這些 它不只一個TH 它很多個TH 那底下的話 只有一個TH 所以 這個邏輯判斷是說 如果它 假如說 大於1的話 表示說它是欄位名稱 就是1月到12月那個欄名 OK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去抓 什麼抓呢 就是分別把它裡面的東西抓出來之後 一個一個把裡面的資料呢 抓到哪裡呢 抓到Excel裡面 那前面的話你會發現Excel就是Sales 儲存格嘛 第幾列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不能從第0列開始吧 OK 一定要加1 第1列 然後第幾欄 有沒有 就分別把欄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那底下L是指的是 如果它TH不只一個 OK 那就是 先抓TH 再抓TD 然後把它一個一個資料抓出來 分別放進去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你看還有印象吧 其實如果你甚至 上禮拜的東西 甚至 都沒有 把它存檔也沒關係啦 其實甚至可以把它 把我這個程式 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然後你甚至可以把 這些程式碼 OK 然後把它 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 貼上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組航F8慢慢跑 這個 有沒有 開 然後開 在背後開嘛 然後等個5秒鐘 然後再去抓Table 再去抓TR 然後分別把它一個個抓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有沒有大於 1 1 就是抓那個 第1 第1列的地方 然後把資料抓過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會 幫我把 第一個應該是空的 所以這裡面是空的 然後再下一個 1月就出來了 有沒有2月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 慢慢去執行 慢慢去聊 按F8 租航 租航去跑 那你會發現一個一個 就抓下來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抓什麼 抓那個第1列的地方 OK 那就一個一個 幫我把資料全部都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換第2列 第2列就跳過 因為再來就淡水了 淡水的話呢 那它TH就沒有 大於1 因為它剛好一個 所以等於1嘛 所以跳這邊 然後再抓淡水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是抓淡水 的那兩個字 那這個的話 是抓裡面的數據 然後分別在 先把淡水的資料 第0格嘛 先抓過來 所以淡水過來 然後再把後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數據 抓抓抓抓抓過來 OK 然後分別放 底下都一樣 所以讓它全部執行 然後就啪 全部OK了 然後把不要的藍刪掉 自動調的藍寬 就大功告成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這程式怎麼寫出來 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邏輯 那我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